江一化院長的旁邊齁 在開記者會 你贊不贊成向江一化院長 用這麼大的一個動作來回應倒閣案 你認為呢? 這我不好 comment 不過這院長的決定我們就配合 你沒有感覺? 你就是好像保鏡站在旁邊這樣而已 我認為院長希望所有的閣員站出來支持他 那我們可以體諒院長需要我們支持他 因為我們是一個團隊 我看江一化這樣 倒閣案結束以後 以保住院長的席位好像很開心 都到國民黨的李立委抱著開懷大笑 我是覺得事實上不需要那麼高興 坦白講應該要就像你講的要戒慎恐懼 要努力把握 我是覺得你講得不錯 所以我特別一開始提醒你 不過我要在這裡特別提醒的就是說 江院長特別在營運倒閣案提出四個面向 其中一個就是縮短成相差跡 是跟您內政部相關的 沒有錯吧 對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縮短成相差跡嗎 你知道嗎 你委員請指教 因為他定義有很多 我是覺得縮短是動詞嘛 對 成相差跡是現象嘛 對 那我請問你 嘉義跟台北是不是成相差跡 差距很大 嘉義跟台中是不是成相差跡 當然 嘉義跟高雄是不是成相差跡 那台中跟台北有沒有成相差跡 也有 嘉義跟桃園有沒有成相差跡 都有 嘉義跟嘉義寺有沒有成相差跡 也應該有 好 那也就是說 嘉義 所以說 成相差跡 成不只是你所指的是這個都市的成嘛 是 鄉也不是就是偏鄉的鄉嘛 事實上都是有差跡 沒錯 那所謂縮短成相差跡的意思是什麼 你那麼簡單講一下 你總是要告訴我 他到底是在喊口號 還是真正了解台灣的成相差跡的真正意涵啊 其實成相差跡就像第一個建設經費不太一樣 基礎建設的狀況也不一樣 每個民眾所收到的福利也不一樣 甚至從嘉義縣來講 公務員的職等也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他有很多面向 不過我現在要問你說 你成為內政部長啊 人家在講四大面向要縮短成相差跡啊 那是根據我所瞭解的啊 事實上 內政部在馬政府上台以後 他不是在縮短成相差跡啊 他是在拉大成相差跡啊 所以到現在為止 五都升格以後 接下來也就是桃園的六都 甚至於彰化的七都 慢慢的成相差跡是越拉越大 到今天為止 升格 變成是役俠士 沒有升格的是什麼都不是 那 那到今天為止 任何一個配套都沒有出來啊 不管地主啊不管財政收支都沒有 那什麼叫做 縮短成相差跡嘛 你是不是能夠告訴我 怎麼做才能夠縮短成相差跡嘛 到底是 是這樣以後 只有家裡在講 是有實質的行動的 我看你他剛剛的答案 好像沒有縮短成相差跡的覆案喔 就是你要負責咯 我們會 我們負責的就是 譬如說嘉義縣 基礎建設 這個 其實我們能負責只是其中一塊了 我們也沒辦法負責所有的東西 不是 我現在要問你 縮短成相差跡 當然 牽涉的 有國土整體的規劃 你的上位計畫 你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推出來啊 你不是說要推一個國土規劃 計畫嗎 到現在為止也沒有推啊 你有區域計畫 你也沒有推啊 區域計畫現在 我們現在要講就是說 你所謂的縮短到底在講什麼嘛 你總是有一些計畫出來嘛 你也總是有做法出來嘛 有沒有 其實都在進行當中啦 譬如說區域計畫 我們在做通盤檢討 針對嘉義的地盤下限區 昨天在院裡面也在討論說 這個治水 假如需要多少預算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事實上都有在討論 我是覺得很遺憾啦 譬如說嘉義縣跟台北市 事實上 我請你講 是怎麼會成江差跡的這麼大 每年在台北市 投資的公共建設那麼多啊 是 我想 這個 不管是 不管是公共建設很好 和教育租源 醫療租源 事實上都無法相比的 所以 人口就會向台北市啊 向新北市去集中啊 那當然 像嘉義縣 土地當然沒有辦法 這個 這個 這個有效的利用啊 人口就沒有辦法 去集啊 公共建設 你如果看一年人最差多少 台北市一年 投資會出六千億以上 加利關一年投資 沒三百億 那 等於 這個地方怎麼能夠發展 沒有辦法同步啊 我還是覺得非常的遺憾啊 我 我 我 這個北廣島 就是說 他計畫移民 然後 他 他就是 他就是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金會不足 所以他們中央 的統籌分配款 他們就是 逐年編 17發 齁 就是 給這個北海道 齁 給這個北海道用 所以他們成立了一個 北海道發展基金 我是覺得說 你要有一個計畫性的 去怎麼去 扶植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才會 慢慢起來 北海道到現在 它的觀光啊 它的農產品啊 它的購物方面 農業的發展以後 所以慢慢的 這個 北海道發展基金的這個金會 再慢慢再 再 再縮小 甚至於就是慢慢的 就退出來了 也就是說 看看 看到這個北海道 已經可以制止了 這才是真正在 在 在 在用心在 虎主弱勢的地基啊 才真正在縮短所謂 城鄉差跡啊 到今天為止 我問你 所謂的 這個 這個 縮短城鄉差跡 好像 你都不知道啊 對不對 我是覺得 這個是基本上是應該 應該要對 像我們 嘉義縣這種 弱勢的 這種地基的 這些 這些人民 應該要很大 而且 很 很好的一個鼓舞才對啊 你們 剛剛講的 但是 書上我們 我們看不到 內政部有積極的作為啊 也沒有任何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配套的一個測試出來啊 五都升國 六都接著又要來了 七都升 甚至要來 我看到的是 越來越大 我們是覺得 非常的難過啦 部長 你的國土 這個計畫 什麼時候會退出來 我們 其實 國土計畫法 現在院裡還在審啊 但是 區域計畫法 現在在通盤檢討 我們就說 即使國土計畫法沒通過 我們區域計畫 也會照著那個精神 來讓它落實 最後一點齁 我想 要在這裡 要再提醒你啦 我想 你內政部長 基本上是 就是防災 你不是駐水 雖然我知道 你過去當過水利 這個 這個 局的局長齁 你對水利 也是非常的 這個 內行齁 但是 事實上也完全不是很清楚 現在 目前 大概怎麼在做 尤其是八年八百億齁 事實上 像今年的這個 譚美風災齁 你的一計畫 等於火定了八年八百億的成效 你一再講 如果是 這個 再編六千億 也還是沒有辦法解決水患問題 這一計畫齁 事實上 對於 這個 你們的水利史的 這個 所有的這些同仁齁 可以說是打擊也很大 那 對於地方政府齁 配合 中央在駐水齁 打擊很大 這一點我相信 你有自我檢討吧 有沒有 有 蛤 我想你那一計畫是講錯有沒有錯吧 蛤 不見得是講錯 為什麼不見得講錯 其實跟委員講的 承鄉差距也有關係 而是說 應該是從一個國土規劃的角度來看治水 不是 你講的是超收地下水 這是前提 你說如果要繼續超收地下水 再編六千億 也沒有用 因為你地盤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是 我們現在針對的是 譚美這一次的風災 譚美這一次的風災 不是因為 抽收地下水的問題 我想這個是很清楚 這是 這是因為 奶水 刀 判不出 外水刀 刀館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刀變成是一個風災 油已經 都 自水大概已經完成了 現在上了中油 所以這些問題 事實上要接著 要繼續要去處理 跟超收地下水是無關的 超收地下水 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是不應該要繼續超收地下水 這個我們同意 但是跟這個 整體的 所謂我們一希望 就八年八百億 繼續能夠推動 這個 想法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因為這一句話 尤其 我就覺得更 更 更離譜的 您蕭家綺 從中堂會 竟然去公園 以水下水道來 說 竟然是 讓馬英九 讓江一化 在罵 購先訴政府 什麼 這個 不重視以水下水道 那你也知道 以水下水道 這篇在裡面 這個內政部 認識的 都是在 都是計劃內的 對不對 是不是都這篇在你們的 這個預算裡面 沒錯 怎麼會跟先訴政府有關 怎麼會講出這麼外行的話 我是覺得 不要 這個操弄媒體 我是覺得 這個中央的責任在哪裡 要怎麼去 協助幫忙 台灣西部的這些 弱勢地基 尤其像 雲林嘉義 說實在 說錢沒錢 說人沒人 說地位 現在都是五度以下 所以可以說 現在是通俗世 應該 內政 現在應該要加強 要去複渡這些 而且公共資源 應該要 要突出在那裡 尤其是 我們常常在講的 對我們來說 這是最卑微的 卑微的請求政府能夠協助幫忙 把這個處理 而且整個注水的經費 基本上都是在中央 所以我們是希望 這個事情 我們期待的是 未來八年八百億能夠繼續推動 但是不希望 你用你的專業的立場 你還當作你是學者的立場 隨便講講 我是覺得 未來如果媒體要訪問你 不是你英文的 就不要再講了 這樣才不會去 陳委 時間到了 要差越多了 說什麼 六千億 再花六千億 我們就要六千億 六百億就好了 六百億就大事改完 他就騙到六千億 我是覺得 這樣子 這樣講對你也不好 好不好 我是覺得 這個行政團隊 也不只是李鴻賢一個 我相信 還有很多 這個 這個 購職手師 都有自己的 工作崗位 大家要去 盡量去做 謝謝 謝謝指教 謝謝 幫忙會 剛剛有宣布 休息十分鐘 吃便